第56章 雪崖之上院增会 哪怕是那些虔诚的浩天信徒 围着神殿桃山打转磕头 也总还有个方向 然而这个故事里没有藏宝图 没有夹在血布里的地图 只有把众人扔到宁缺间上就不管的帝国朝廷 以及完全不负责任的二师兄 于是宁缺的荒原之行 在最后变成了一段纠结而枉然的旅程 在他看来 如果说这趟旅程是修行 那么此时正在长安城皇宫暖舍里 围着炉火取暖的那些家伙们 都是些老不休 实在是令人愤怒 而不知如何言语 不知如何言语 也不知如何行走 进入天气山北路最开始的数日里 宁缺和墨珊珊沉默而枯燥地行走 她完美地发挥自己寻踪秘迹的猎人本事 却依然抵不过一夜北风景 雪花大如洗所带来的困难 行至一处寒风游盛的山压 宁缺装作 没有看见少女浮湿促起的墨眉 强行诱塞给她一张暖符 正准备继续向前时 忽然停下了脚步 向上方望去 墨珊珊看着她的神情 心想 大概又是看见了什么雪山毛足羊 忍不住又想设下来当晚饭吃 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 只是感受着腹肩传来的暖意 没有说什么 宁缺没有曲弓搭建狩链 而是缓缓皱起眉头 就这样在雪地里坐了下来 闭上眼睛 僵尸海里的念力度出体外 开始静坐杆之舟遭天地里的气息 寒风卷雪而来 不多时便在她的衣上 积着薄薄的一层 墨珊珊看她模样 有些担心又有些疑惑 想要伸手替她将雪胆掉 最终却没有动作 就在先前那一刻 宁缺感觉到天气山深处 传来了一道她很熟悉的气息 以她如今的境界 按道理来讲 根本没有可能感知到 如此遥远距离之外的事物 然而那抹气息 就这样突兀地出现在她的石海之中 这说明 不是她感知到了那道气息 而是天气山脉深处 那道气息 无视万里雪飘 主动找到了她 这个分析让她震惊无语 心想这得是 何等样境界实力的大修行者 才能隔着如此遥远距离 准备地让自己感知到她的存在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惧 难道这片茫茫大山里 真有越过无尽的 类似圣人般的存在 为了确定自己的感知 没有出现偏差 她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 开始闭目尽私 随着精神力的集中 石海内念力的缓势 那道自远方而来的气息 愈发清晰清楚 如风中雪花一般 跃迁众山而来 轻轻洋洋落在她的身上 附在她的衣上 缓慢而无可阻挡地 顺着脸颊上的 肌肤口鼻胜了进去 一道恐怖到难以想象的 强者气息 自远方而来 瞬间占据你的石海 面对这种情况 哪怕是像道吃那样的人物 只怕脑海中 生出的第一个念头 也是远远避开 宁缺没有逃跑 反而坐下静静感知 因为如先前所言 这股恐怖强大的气息 让她感觉很熟悉 甚至可以说是清静 然而问题在于 无论她怎样回忆 也想不起来 这两年里 遇见过拥有这样气息的 大修行者 那股气息强大并不霸道 虽不霸道 但却格外骄傲 就像是一颗 在雪峰顶端倔强生存的雪松 负着千年积雪 却不肯烧弯腰身 俯瞰风下众生 不屑看天一眼 宁缺闭着眼睛 静静感受着 这股气息里的味道 忽然间明光一掠 石海之中 骤然多出了很多画面 那是书院前方 清美平静的草垫 那是旧书楼里 无数册不屑于 被世人看懂的书籍 那是后山里 骄傲喂鱼的大白鹅 那是二师兄头顶的骨关 那是十一师兄 痴痴看着的花朵 那是书院山下 那片如剑般 直指苍穹的树林 她缓缓睁开眼睛 望向遥远山脉深处 感受着那股气息里 蕴藏着的平静执着 不知为何心头一酸 险些落下泪来 因为 那股熟悉的气息 残留着主人的 骄傲与执念 却没有任何信息 她找到自己 只是因为 她也觉得自己 身上有很熟悉的味道 她不想继续 在这座山里待下去 她想回到 她最熟悉的地方 想要回家 想要回书院 宁缺醒过来时 风雪已停 身上已经激了 极厚的一层血 她沉默看着那边 看了很长时间 明白了一些事情 也坚定了一些事情 忽然开口问道 你感受到那股气息没有 厚厚的雪花 顺着衣衫速速而落 墨珊珊一直沉默地 守护在她身旁 不知道她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到她的问题 墨眉缓缓促起 摇头说道 我什么都没有 敢知道 宁缺站起身来 拍掉衣裳残血 背起沉重的行囊 说道 我们走吧 墨珊珊问道 去哪里 宁缺指着那道 强大骄傲气息升起的 遥远大山深处 说道 去那里 墨珊珊说道 我们没有地图 宁缺摇头说道 长安城里的人们 让我过来 是因为他们知道 我不需要地图 雪道难 再难也难不过登天 心意坚定的宁缺 带着心意向来 坚定的舒适少女 向着那个方向 坚定地行走 没有花太多时间 便来到了一片 陡峭的山崖之前 用了小半天的时间 攀越过 那道陡峭的山崖 二人站在那道 雪崖之上 一阵风迎面来 温润清凉 不似寒冬凛冽雪风 而像是一片春天 雪崖很长 二人顺着向前行走 过不多时 便发现了那道 春风的来源 在雪崖尽头下方 是一片大而幽深的山谷 不知是因为地热 还是有温泉的缘故 这片山谷并不大 里面却盛着一片 轻轻的阔叶树林 一眼望去近视绿色 和雪崖那头 白黑二色的冰冷世界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墨珊珊被映入眼帘的 绿意正住了 沉默很长时间后 她下意识回头 看了宁缺一眼 因为这是她指的方向 她想不明白 为什么宁缺能够知道 天气山脉深处 会有怎样一处山谷 明明最开始的时候 她因为没有地图的缘故 还那般烦恼 宁缺的表情 并不比她平静太多 她正正望着青涩的山谷 望着山谷深处 那道若隐若隙的泉水 感受着 那道熟悉的气息 越来越凝练真切 难以自意地紧张起来 因为那道气息的缘故 这些天 她一直有些沉默 此时终于确认 自己没有弄错 骤然地急剧紧张之后 变成了从身到心的绝对放松 站在血压之上 她忽然对着青青山谷 大声喊道 张无忌 你在哪里 声音在山谷中 回荡很长时间 才渐渐消失不见 墨珊珊面无表情看着她 大概是在想 这个家伙又在发什么疯 宁缺平静喜悦的心情 看着她轻声说道 我想 我们找到魔宗的山门了 墨珊珊神情威力 簇眉说道 就这么简单 宁缺沉默 看着血压下方的山谷 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看似很困难的事情 只要你能把其中的联系想明白 就会变得很简单 墨珊珊很简洁 直接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宁缺看着她问道 你知道当年找到魔宗山门 然后善见把魔宗山门 斩成废墟的前辈是谁 墨珊珊继续摇头 老师没有告诉我 似乎她不愿意说 宁缺说道 我也不知道她是谁 我大概能猜到她是谁 但我能确认她和我有关系 因为这种关系 我找到魔宗山门 就变得非常简单 听到她的这句话 墨珊珊的眼眸渐渐亮了起来 大概也猜到 她说的那位前辈是谁了 只是既然她没有说破 她也便没有继续说下去 龙庆皇子应该也在山里 她提醒道 宁缺摇头说道 如果神殿知道魔宗山门的位置 为什么荒人南下之前 他们没有过来 而且根据我的估算 这片山谷里 应该没有留下什么好东西 神殿让龙庆皇子 他们来荒原 只怕是和书院存着相同的心思 让我们修行一场罢了 墨珊珊眼洁微眨 静静说道 有时候修行 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宁缺没有误会她这句话的意思 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 沉默片刻后说道 如果龙庆非要战胜我 才能完满自己的道心 你以为我会给她这种机会 墨珊珊摇头说道 修行之事 有很多时候 都是迫不得已 宁缺很认真的说道 大家都是正道中人吗 哪里至于一见面就喊打喊杀 再说了天气山这么大 哪里这么容易遇到 话音刚落 雪崖那头忽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 那个人的声音里 蕴藏着很复杂的情绪 有些惊讶 有些惊喜 有些枉然 有些坚定 最终会成平静 我也没有想到 会这么快就遇到你 宁缺和墨珊珊回头望去 只见隔着数百丈远的雪崖那头 坐着一个人 因为雪崖两边截然不同的温度 那个人又半边身体上 附着厚厚的积雪 左半身体上的黑衣 却是片雪皆无 看上去 他就像坐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 一半风雪 一半春意 一半黑暗 一半光明 看上去极为古怪 随着声音 那个人身上 附着厚厚的积雪 缓慢地分解滑落 那张完美的脸颊 因为风霜的侵袭 显得有些沧桑憔悴 往日洁净无尘的黑色道袍上 也满是污垢 尤其是披散在肩上的黑发 更让他看上去有些狼狈 但他的神情依然平静 凛然光辉 有弱神子 这个世界很大 大到你 长大后手握中拳 名闻天下 但想找到邻居家 那个把棒棒糖给你舔的小女孩 一直找到死 却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但这个世界也很小 也许你吃了一碗不干净的卤烛火烧 去街口蹲毛测时 便会忽然遇到 小时候和你争夺 邻居家小女孩 棒棒糖的无耻败类 佛宗说爱别离 愿赠慧 说的是人间苦处 然而有生皆苦 所以我们生活在人世间 往往要离开你所爱的人 然后不停遇见你所愿赠的人 书院二层楼登山事后 在俗世社会顶层的大人物们眼中 在修行世界的人们眼中 宁缺和龙庆皇子 注定将是一生的宿敌 而且 他们确实彼此愿赠 所以 无论世界有多大 这片茫茫天气山有多大 他们必然会相遇 龙庆皇子看着血牙 耐头的那对男女 忽然笑了起来 隔着数百丈的距离 他的声音能传过去 自然他也能够看清对方的容颜 他怎能忘记 那个男子贝赖而令人艳增的脸 他怎能忘记 对方脸上那些装嫩冲傻的雀斑 他怎能忘记 对方脸上那个像娘们一样的梨窝 他怎样能忘记 当初在书院后山峰顶 对方从浓雾中走出 像个傻臂一样 递出鸭扁的糕点 让自己吃 但他没有想到 宁缺和书吃 居然真的能够找到这片山谷 因为按道理来说 只有神殿有地图 而且 若不是天象有异 谷外大阵消除 便是神殿中人 也无法找到这里 数日前我来时 这片山谷 还是一片冰封雪地 龙庆皇子的声音里 没有一丝情绪 说道 我坐这里看着冰雪消融 看着青叶重生 看着每一天与每一天的差异 仿佛看到了一场神迹 有所感触 他看着血压那头的宁缺 平静继续说道 你们来晚了 又或者说来早了 因为距离开门的时候 还有些时日 远处响起宁缺 热情而真诚的声音 殿下 那你知道什么时候开门吗 龙庆皇子被他声音里的热情 弄得有些烦躁 陈生说道 不知道 不过既然你我都来早了 或许有时间做些别的事情 宁缺没有龙庆皇子 无视距离说话的本事 把手掌张开放在嘴边 大声喊道 下棋弹琴还是轻弹扯淡 这些事情 我现在都很擅长 如果说打架 那还是免了吧 我可打不过你 你欺负我也不算什么本事 墨珊珊站在他身旁 听到这番话 低头无语 这番话无赖坦白地 连暗中爱慕他的少女 都听不下去 更何况是龙庆皇子 龙庆皇子看着远处的宁缺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登山一夜 是他此生所遭受的最大挫折 前些日子 在唐小棠手中输了一招 更是让那份挫败感 变得极为强烈 今日终于看见宁缺 胸腹间那团 一直被阴在灰堆里的火星 渐渐望了起来 灼痛着他的身躯与道心 快要点燃黑色的道袍 那就让这把火烧起来吧 一举聊天 组成的篱笆 伸手从中间随意抽出一根 然后缓慢放到雪地上 然后笑了笑 自离中取出一根柴木 宁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墨姗姗知道 他抬起头来 面无表情看着雪崖 那头的龙庆皇子 双手探出厚厚的棉袖 在飘着小雪的风中 随意一粘 粘住几片凉雪 以及几道符 随着这个动作 雪崖间的天地元气 一阵极剧烈的扰动 少女浮尸身上 那件厚重的棉袍 不知因为什么缘故 神奇地变得柔软起来 随着寒暑香家的山峰 轻轻摇摆 就似一件魂不着力的 美丽群伏 雪崖之上 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只有龙庆皇子 和墨姗姗这等境界的强者 才能看出 那些蓬松的雪花 变得比先前更加蓬松 甚至就连附雪下方的牙石 都变得松软起来 无声无息间 浮道之力 已然不予其间 龙庆皇子微微皱眉 静静看着雪崖那头 这才发现 舒吃镜比传说中更加强大 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那道门槛 但竟是已经接近了知命 她看着那边沉声问道 宁缺 难道你就 只会躲在女人身后吗 听到这句话 宁缺反而快速站到了 墨姗姗的身后 略微下蹲 确认少女身体能够全部遮住自己 才探出头来 笑着喊道 不要想用什么狗血的激将法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打击不了我 还是想别的折吧 这句话说的是毫无羞愧之意 龙庆皇子想象不出来 夫子的弟子 怎么可能如此无赖无耻 于是他心情愈发阴沉愤怒 因为他愈发觉得自己 才有资格成为夫子的弟子 他微怒沉声呵斥道 难道你以为能在女人身后躲一辈子 宁缺把头 搁在墨姗姗的肩头 看着雪崖那头 理所当然说道 打不赢你 当然要先躲着 能打赢你的时候 自然不躲 只希望到时候你也别向我学习 另外 虽然可能性不大 可如果万一 这辈子我都打不赢你 他很认真地说道 我就在他身后躲一辈子 你又能拿我怎样 龙庆皇子脸上的怒容渐渐脸去 回复毫无表情的平静 宁缺毫无羞愧的自觉 警惕盯着他的动静 心里想着 稍后应该怎么做 墨姗姗此时的神情有些复杂 梳儿肠的睫毛轻轻眨动 薄儿红的嘴唇抿得激紧 鲜艳的仿佛要比白血清谷的颜色 更要浓郁几分 在我身后躲一辈子 一辈子 他缓缓低下头去 青年扶植的双方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紧张 而是因为别的 第五十七章 破镜之约 龙庆皇子缓缓站起身来 残血自黑衣表面滑落 落在靴上 看着雪崖那头 缓声说道 你可以在舒适身后躲一辈子 然而问题在于 他有没有能力 一直把你庇护在身后 而且 他愿不愿意 一直把你庇护在身后 说完这句话 他迈过身前柴木组成的低矮凡离 面无表情 顺着雪崖向那边走去 雪崖极为狭窄 因为积雪的缘故 才显得宽阔了些 实际上 并排只能容树人并行 就仿佛是横在天穹里的一道天然石桥 把风雪山路 与青翠山谷 分成了两节 雪崖面对青翠山谷的那面 极为陡峭 灰黑的岩壁 几土里东一处西一处生着些杂草 难以攀原 更没有什么道路 想要下去十分困难 片刻之间 龙庆皇子行过百渔杖距离 望向墨珊珊神情温和说道 珊珊师妹 此番放荒原试炼 不知见过陈家没有 在西陵时 她常提起你 墨珊珊早已从先前枉然神思中醒了过来 看着她端庄文静微服异理 正在说些什么 没想到 凝缺从她身后闪了出来 看着龙庆皇子 抢先大声说道 殿下 你乃是神殿才绝思思作 我不相信 你不知道 草殿和王庭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这时候再来热露寒暄套近乎 是不是稍微晚了一些 龙庆皇子面色微沉 她确实知道 舒痴和自己未婚妻之间的那些冲突 但她是何等样骄傲的人 之所以对舒痴如此温和 是因为她尊敬对方 哪里如宁缺所言那般 只是为了套近乎 那岂不是近乎小人 她看着远处的宁缺 忽然眉头微醋 发现数月不见 对方竟然进步了很多 说道 居然快入洞悬 看来书院后山对你的帮助真的很大 宁缺看着她笑道 殿下又说玩笑话了 如果说没有帮助 那天我们两个人何苦拼死拼活 那般辛苦 让后山那些变态看热闹 听出对方言语间隐藏着的嘲弄 龙庆皇子也不动怒 看着她平静说道 在长安城里相遇 在书院后山相遇 在这天弃山深处还能相遇 便是本座有时候 也不得不相信那些俗人的说法 或许你我真有溯源 真将成为一生宿敌 宁缺说道 这种缘分不要也罢 对话之时 龙庆皇子的脚步未停 又像雪崖那头去了一段距离 她看着宁缺微微一笑 忽然说道 浩天赐世间万千机缘 若降临到你的头上 无论你要或不要 总是脱离不开 便如今日之后 即将破境入之命 而你也将破境入洞悬 本座忽然想道 你我何不以破境之期 为笃定下一约 若让夫子知道学生赌博 这可怎生得了 宁缺想着书院后山七师姐房间里的各式排具 认真说道 而且 修行无论出门入门 都在个人 各修各的机缘 何必非要混在一处 然后她看着渐行渐进的龙庆皇子 说道 而且我凭什么要给你机会圆满道心 如果真是一生宿敌 那么任何对你可能有帮助的事情 我都不会做 第一段话是假话 第二段话才是真心实意的阐述 龙庆皇子微微一正 没想到这丝禁是如此坦白 忍不住微笑说道 难道非要让本座尝试辱你 你才会出手 宁缺认真说道 佛宗曾言唾面自干 殿下若想羞辱我 请不要客气 龙庆皇子这下真的挣住了 沉默看了他很长时间后 说道 你真是唐人 宁缺应道 殿下可以把我看成燕人 然后他挣了挣 摇头笑着说道 今天才发现 燕人这个名字很不好听 龙庆皇子是燕人 被讽为燕人 所以他不想再忍 他冷冷看着宁缺说道 你不出手 我可以出手 宁缺看着他说道 打不还手 你还要打 难道你想要杀人 龙庆皇子摇头说道 拜你即可 宁缺的神情 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起来 静静看着龙庆皇子那张 虽然憔悴 却依然英俊的面容 沉默很长时间后 与其沉重认真说道 殿下 请你不要尝试击败我 因为我不会给你这种机会 如果你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就死给你看 血压很窄 看似极长 但总有走完的那一刻 龙庆皇子和宁缺 墨山山二人 站在血压两面相对立 风雪渐起 偏在这时 宁缺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你不给我买宝石 老娘死给你看 你不给我做早饭 老娘死给你看 诸如此类的故事 和吵架画面很常见 再死给你看 这四字前面的主语 一般都是老娘 因为只有在市井 泼妇吵架的时候 才会动用这种 无赖到极点的手段 然而宁缺就这样说了 而且因为他 凝重严肃的神情 沉重认真的语气 这番话竟被他说的 没有一点语 像打老公骂邻居的汉服气 反而像是一位 在萧瑟风中 掩起一片微黄树叶 宁缺这辈子做过太多次 所以他很平静 也正因为他的平静 所以从他口里 说出来的死字 比任何人都要有力量 顽劣强悍如大黑马 一声纵横马场 嚣张无比 然而当初在书院草店间 听到宁缺说出 那个死字时 顿时背下的四肢发软 从此不敢再有任何一心 龙庆皇子是人 当然更能听懂这番话 我就是 不想让你道心圆满 击败我和我自杀是两回事 更关键的是 他听出了宁缺这番 平静话里 如果他强行出手 宁缺真的敢死 给他看 死给天下看 他在裁决寺里 见过很多不怕死 也不在乎别人生命的人 有下属 也有魔宗余孽 和那些叛逆 但从来没有见过 被自己这么狠 或者说不在乎的人 墨珊珊也听懂了宁缺的话 被围巾包裹着的脸颊 略显苍白 宁缺看着龙庆皇子说道 书院神殿相看两眼 但想来也没有兴趣大打出手 可若今日我死在这里 事情一定会变得非常麻烦 我必须提醒你 燕国太弱 而我家二师兄 向来不怎么讲道理 龙庆皇子看着他的脸 眉头微皱说道 不是躲在女人身后 便是躲在山门宗派的背景身后 我开始怀疑你 是不是唐人 更怀疑 你是不是男人 我说过这种言语上的攻击 对我没有任何用处 宁缺看着他认真回答道 而且这个世界上 除了极少数人 谁不是躲在山门宗派背景靠山的身后 如果你今日被神殿 使出身份 逐出逃山 这些年间与你结下仇怨的魔踪余孽 或是那些平日不敢惹你的人 谁不会想来咬你两口 你受得了 龙庆皇子沉默看着他 忽然发现 这个家伙虽然年纪不大 但对世间事物 竟是看得如此透彻明白 或者说暗沉 完全没有丝毫年轻人常见的热血 墨珊珊看着宁缺的背影 也陷入了沉默 他安静听了这么长时间的对话 很自然地联想起 在去王庭的旅程中 宁缺在车厢里 对他进行过的那番教育 打不过对方怎么办 逃 两虎相遇怎么办 杨庄受伤悲苦起怜说 我已经默默爱你一万年 想尽一切办法 以若其心智 打他妈妈杀他全家 抽他宰子耳光 想尽一切办法 激怒对方乱气心神 若你穿着鞋 便去荆棘的 若你衣裳后 便则苦寒地 今天看到宁缺的应对 他终于明白了 这些看似荒唐好笑的话里 隐藏着为了营造胜利 或者等待胜利 那个人的生命里 不曾尽受过多少生死考验和屈辱 龙庆皇子看着宁缺的脸 忽然笑了起来 披散在肩头的黑发 随着夹雪寒风轻轻摆动 仿佛要飘然而去 然而从伯唇里缓缓道出的话 却没有丝毫出尘之意 你今日应对 看似无赖无耻 却有大隐忍强悍意志 懂你的人 恨不得与你痛饮三千倍 只可惜 我知道你不能饮 话说起来 我对你家那个善饮的小侍女 始终念念不忘 若你同意 本作愿用烟熙三座城池换他 日后夜里 有一酒半道也泼妙 突如其来 这位西林神子 提起远在长安城里的桑桑 自然不是真的有所感触 而是他试图拔离道兴凡离时的 一次强悍尝试 宁缺微微偏头望着他 看得很认真很细致 目光里没有一丝情绪 他在思考 究竟是长安城里的谁 让龙庆认为 桑桑值得他拿出来试探一下 然后他笑着说道 我家那个不值钱 不过倾国倾城也不换 龙庆皇子唇角微条 说道 倾国倾城亦不换 看来这个小侍女 对你真的很重要 墨珊珊那双细而凝黑的梅儿 缓缓促了起来 看着身前不远处的龙庆皇子 听出了对方言语间 以而不发的威胁之意 和激怒宁缺的决心 然后 他感到宁缺的姿势 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似乎只是微微一挺肩 但先前所有的不择手段 全部消失不见 剩下的只是一个风雪间倔强的年轻男子 他知道龙庆皇子终于抓住了宁缺的要害 不由眼帘微锤 然后迅速进入绝对的明明心境 手指间粘着的符纸开始无风微颤 宁缺忽然说道 我有一匹马 血压之上骤然风停雪消 一片安静 是一匹黑马 宁缺直起身体 看着龙庆皇子平静继续说道 你未婚妻陈家公主也有匹马 白马 无论黑马还是白马 无论公马还是母马 谁能骑到谁身上 那就是好马 听着这话 龙庆皇子面色骤然一沉 向前再踏一步 崖间积雪自地而起 仿佛开始卷起一道 由地面向天空飘起的风雪 墨姗姗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渐渐行来的龙庆皇子 想着宁缺在车厢里所说的最后那句话 亦由寒风拂面 容颜轻沙寒历 龙庆皇子面无表情看着他 说道 墨池真要对抗神殿 不过本作确实很好奇 书吃施展出来的半道神符 究竟到了何等样的境界 我说过要和你打吗 我说过他要和你打吗 宁缺忽然抬起右臂 指向他的脸 说道 在王庆里 我的黑马赢了你的白马 我也想看看 自己能不能赢你 所以我 接受你最开始的那个赌约 墨姗姗不解看着他的侧脸 心想 先前你不答应 为什么这时候 答应了 龙庆皇子并不想答应 但他看到了 宁缺指着自己的手腕键 悬着一个颈囊 那个颈囊通体银蓝色 绣着简单的花式 在风雪间轻轻摇荡 看上去十分普通 但龙庆皇子知道 那个颈囊非常不普通 感受到那个颈囊里 传出的强大气息 所以他决定等等 看宁缺想说什么 无论何时何地 何种境况 一道完整的神符 都有资格 让任何人等上片刻时光 他面无表情说道 你说 宁缺说道 以破镜之气为约 先进者为赢家 书家废掉自己的雪山气海 若是我则离开书院 而你则要离开神殿 很寻常的语气口吻 述说的赌约内容 却极不寻常 废掉雪山气海 修行者便等若废人 尤其是后面的补充条件 更是等若抽筋八股 很拉到了极点 是在拿修行者 最珍贵的两样事物 在赌博 宁缺看着他说道 这场赌约对你有利 因为你需要去除我这个心脏 但你对我的修行来说 从来都不是障碍 不过你不用感激我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想整死你 又不想冒风险 现在我只是给自己提供一个整死你的机会 龙庆皇子静静地看着他 忽然迎着牙上风雪笑了起来 雪崖之上 一场豪赌就此开始 以浩天的名义 以夫子的名誉 宁缺看着龙庆皇子微笑说道 下次相遇时 希望你一切安好 然后他笑容渐脸 缓慢而坚定说道 你若安好 那我就是傻逼 说完这句话 他带着墨珊珊 便从雪崖上跳了下去 向那片清脆的山谷跳了下去 片刻后 陡峭岩壁间 骤然生出一朵黑色的花 惰势骤俭 龙庆皇子走到雪崖畔 看着岩壁下方 漠然想着 锦囊里那道明显是颜色诗书亲至的神符 心中生出一抹若有所失的感觉 宁缺境界不堪人品糟糕 但终归是天下行走 他虽是西灵神子 也无法随意打杀 除非他真的 不在意 挑起书院与神殿之间的战争 好在今日自己用尽心思 终于用赌约将宁缺逼至绝境 料来事后 书院也无法多说什么 想着终于能把心前那块柴木拔除 他情绪复定 顺着血压缓步走回 盘膝坐于那道柴木繁离之后 近似于风雪之中 建成雪人 只待破镜那日 第58章 古中之湖 陡峭的崖壁 在眼前快速上升 那些牙缝间的野草 被拖成一道绿线 然后迅速消失 微寒的风扑打着脸颊 墨姗姗左手紧紧抓着宁缺的腰带 眼眸里没有什么惊慌之色 更没有惊呼 因为 他相信宁缺这种人 绝对不会自杀 彭的一声 大黑伞在空中打开 二人身体重重一震 下跺的速度 顿时变缓了很多 顺着风向离开崖壁 向着脚下不远处的那些阔叶铃飘去 眼睛被风吹得眯起 他抬起头只见大大的黑伞面 遮住了飘雪的天穷 被强劲的山峰吹灌 竟也只是微微变形 看不出来任何崩散的迹象 不禁有些好奇 这把黑伞 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竟然如此结实 宁缺右手紧紧握着大黑伞的伞柄 紧若钢铁 左手搂着舒适的腰 盯着越来越近的地面 根本没有多余的心神 去注意指尖温华的感受 他搂着小姑娘 撑伞跳崖过很多次 知道黑伞虽然结实 但伞面面积还是太小 落地那可不会好受 离地面还数丈距离时 一道极淡而纯净的福意 从墨珊珊指尖试出 空气顿时变得仿佛粘稠了数分 二人下坠的速度再次相缓 宁缺知道墨珊珊出手了 便停下了自己师父的准备 搂紧她的腰肢 一声闷响 她双膝微曲 重重落在树林外的地面上 骨骼肌肉关节 在落地的瞬间 顺紧顺松 完美地卸掉了大部分冲击力 怀中的少女 竟仿佛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宁缺松开手臂 向她点头致意 墨珊珊摇摇头 平静离开她的手臂 树林外的地面上 积着无数落叶 踩上去有些松乱 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年 才能积至如此之后 但奇妙的是 竟没有任何腐败的气息 而这片树林 虽说是阔叶林 但毕竟刚刚重见天日 那些烧头压间的青叶 拔着嫩压 无法遮住血压那边 落过来的星点雪花 自身倒入星点的绿 二人走入青林 片刻便消失无踪 入青林而行 渐渐远离血压 再也没有山外世界 落过来的雪花 只是山谷上方的天穷 依然是灰蒙蒙的 和林子里的星点绿意 趁在一处 更显漆了 不知道是因为 破镜之约带来的压力 还是因为龙庆皇子 提到了远在长安城的桑桑 入林后宁缺非常安静 完全不似往日那般活跃 只是沉默地行走 墨珊珊也很沉默 看着她的背影 想着先前雪崖间的那些对话 想着那名 让宁缺违你本意 也要回护的小侍女 想着那个并不血腥 却格外残酷的赌约 一时黯然一时忧虑 无声踩着林间落叶 自己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从雪崖上面看 这片清脆山谷并不大 但真正来到期间 才发现 这道山谷看上去并不宽宏 却近未深远 二人在林间无言行走了小半日 是还没有走到山谷尽头 这里距离雪崖足够远 不再担心会被龙庆皇子 听到或者追到 墨珊珊看着宁缺身后 那把大黑伞 终究没能压抑住心中的疑惑 问道 先前为什么不打 宁缺停下脚步 回头望向他问道 为什么要打 墨珊珊看着他的眼睛 认真说道 当初在车厢里你教我战斗 曾经说过 当两虎相遇时 最需要记住的便是 勇者胜 宁缺沉默片刻后回答道 在龙庆的面前 我还谈不上是一头老虎 墨珊珊看了一眼 他万间悬着的锦囊 说道 神福在手 质子也能成虎 宁缺摇头说道 师父为写出 不获境界也能用的神福 耗了太多心神 我做徒弟的 自然不能滥用 而且 你我都是福道中人 应该很清楚 这种激发福 不是自身所造 福师很难发出 其间的真正福利 我没有把握用 这道福伤道龙庆 墨珊珊微微扬起小脸 看着他认真说道 还有我 宁缺诚恨说道 谢谢 不过这毕竟 是我和龙庆之间的事情 没有道理让你冒险 更何况 你领受神殿照令而来 让你为了我与神殿翻脸 他望向清灵外隐约 看见的那道崖壁 说道 我们进山的目的是 为了那卷天书 最终 我还是会和龙庆皇子 正面对上 他想把我逼近 无法退走的绝境 我也同样有此想法 提前把他解决掉 对后面的事情有好处 墨珊珊墨眉微醋 说道 龙庆皇子 哪里是这般好解决的人 宁缺说道 放在往日自然不好解决 但现在有了破镜之约 情势便完全不一样 只要我能比他先破镜 那么他就等于被解决掉了 他的语速很缓慢 语调很平静 仿佛再讲一件 理所当然的事情 墨珊珊看着他 忽然发现 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 会输掉这一次赌约 也没有想过 就算他赢了赌约 万一对方反悔怎么办 虽说那位西灵神子 虔诚信奉浩天 但如果真的 要自毁修为离开神殿 以浩天名义所发的誓言 也不见得真有约束力 他问道 如果你输了这场赌约怎么办 宁缺简单回答道 我不会输 墨珊珊毫不犹豫追问道 如果 宁缺微微一正 说道 如果输了 那便是输了 我历经千辛万苦才能通敲 难道还真的会愚蠢到旅行赌约 再把自己变成废人 墨珊珊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问道 那夫子的名誉怎么办 宁缺想着王庭唐英中 那名死不明目的大念师玲玲 笑了起来 我还没有见过老师 但依照师兄师姐们的形容 他应该不会在意 相反 如果我输了赌约后 真的选择把自己整成废人 再可怜地离开书院 他老人家 或者会非常愤怒 愤怒于 自己怎么收了个如此愚痴的学生 墨珊珊 还是没能听懂这句话 宁缺解释说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夫子也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名誉 如果龙金皇子输给你后 耍赖怎么办 若我先进洞玄 就由不得他不履约 想要越境挑战 不是这般容易的事 你进入洞玄境界 亦不过方志下平 怎能越两进而胜 就算你在如何擅长战斗 境界之间的差距 依然太大 宁缺看着他 忽然很认真地问道 如果在破境最关键的时刻 破境者忽然受到外界干扰 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墨珊珊不清楚 他为什么关心这个 私存片刻后说道 要看外界的干扰是哪种 宁缺说道 最直接强烈的那一种 墨珊珊说道 那破境者会遭受剧烈的反噬 甚至有可能此生在无望破境 宁缺点头说道 这样最好 然后 二人再次陷入沉默 看似沉默而漫无目的行走 其实宁缺一直追随着某种方向 那道强大骄傲的气息 就像是天地间的一盏明灯 指引着他穿越清脆露林 行过一片沼泽 再走过一段 泥泥崎岖的潮湿雾中山道 来到了一面湖泊之前 湖泊面积不大 方圆不过百丈 湖岸蜿蜒 水波青蓝 也不知道在这道奇异的山谷里 存在了多少年月 看不出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 清脆山谷相对外面的天气山雪风而言温暖 但实际上还是有些寒冷 身处其间更像是长安城的冬天 湖岸边的水面上截着极薄的冰块 被水波一荡便自行散开 又在远处稍近些的水面逐渐凝结 看似没有人工痕迹 是山谷中的天然湖泊 但宁缺并不这样认为 因为那道熟悉清静的强大气息 正是来自于湖水深处 它站在湖畔 沉默注视湖水很长时间 透过清亮的水 看到了水底的白沙与原石 却没有看到什么异常 墨珊珊感知不到那股强大气息 但它能清晰地感知到别的事物存在 走到宁缺身旁 看着湖水中缓慢游动的鱼儿 轻声说道 这面湖是一座大镇 很奇怪的是 这湖本身便是镇眼 似乎有些违逆镇法的原则 宁缺沉默片刻后说道 不可知之地的镇法 自然和一般的镇法有些不同 你是说 这湖便是魔宗山门 它看着湖面上倒映着的远处雪峰 忽然想起来 窖点当中的一些记载 声音微颤说道 窖点里面曾经有过记材 魔宗山门有一湖 难道便是这湖 宁缺说道 应该不会错 墨珊珊看着眼前寻常的小湖 难以相信如此简单 便发现了魔宗的山门 说道 真没有想到我此生 有机会亲眼目睹魔宗山门的遗存 如果是别的修行者 能够亲眼看到 已经湮灭在时间里的魔宗山门 能够看到传说中的不可知之地 肯定会非常兴奋 甚至会激动疯狂地跳进湖中 如果是别的时间段 宁缺可能也会同样如此兴奋 但现在他很冷静 因为无论湖底 藏着天书名字卷 还是那位师门前辈的遗物 都暂时还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忽然问道 这湖有没有名字 悉灵教点记载里有没有提到 墨珊珊问道 你为什么关心这个 宁缺看着他笑着说道 日后的史书 将会记财书院二层楼十三弟子 凝缺于这座湖畔破镜洞悬 这湖又怎能没有名字 无名湖为名湖都不好听 墨珊珊叹息一声 心想破镜何其艰难玄妙 哪里说破便能破 这话未免过于嚣张了些 无奈说道 魔宗自称大明宗 所以这湖被他们称为大明湖 第五十九章 大明湖之调 清脆的山谷 仿佛是一处与世隔绝的异域 湖水印着高处的雪风 谷外的天气山里 风雪凛冽 温度日低 这里却还是相对比较温暖 显得非常诡异 宁缺和墨珊珊 没有发现温泉地热之类的存在 那么 只能把这种意象归为镇法的功能 想到一座大镇 竟能遮天蔽地逆季节 不由感到好生震惊 也愈发确定 数十年不曾现世的魔宗山门 便在眼前的湖水之中 依照龙庆皇子的说法 山门开启的时间还没有到 他们二人也不知道 究竟何时会开启 想着到时应有异象发生 于是只好安静等待 同时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情 宁缺走到湖畔一块大石上坐下 看着清澈湖水里游动的奇异无林小鱼 沉默片刻后 忽然问道 怎样才能破镜呢 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是世间所有大修行者 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因为慢慢修远的修行道路上 过客们沿途所见的风光 各自明媚 仅知各不相同 哪里又能有现成的答案 如果破镜这种事情 是可以被解答的 那么夫子 必然是解答这种问题的最佳人选 岂不是说 数月二层楼里的师兄师姐们 都早应该破了五镜 宁缺很清楚 修行道上必然会遇到 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早有觉悟 平静等待 只是他站在洞悬境外 已有数月时间 却没有进展 如今又因为与龙庆皇子的赌约 骤然间 心头多了极沉重的时间压力 所以下意识里问了出来 墨珊珊看着他轻声说道 这种问题 只能由你自己回答 宁缺把手伸进微凉的湖水里 经走几条小鱼 思考片刻后说道 我以为 愿望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有破镜的愿望 才能破镜 如果你想都不想 那道门槛肯定会更高 然后是信心 你必须相信自己 能够破镜 关于修行 他的经历有些不寻常 拜朱雀黑散 和那里来自不可知之地的 珍贵药丸之刺 竟是根本没有遇到任何门槛 直接莫名其妙 便从出雾到感知 再到不惑 越过了最艰难的虚实之际 但夏天的时候 他曾经关羽入福道 所以有些惊艳 如今 看着洞玄境界的门槛 他破镜的愿望很强烈 龙庆皇子和时间 带给他的强大压力 全部转变成了动力 只此时刻 哪里还管得了什么 心境空明不动 然而 看着清澈湖水间 远处自在游动的鱼儿 看着近处先前那几张 被自己惊走 依然显得有些紧张的鱼儿 他很清楚 自己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 先前他对墨姗姗 说自己不会输 以及随后 关于大明湖的两句对话 都显得那般自信满满 但事实上 那只是 他用来坚定自己的信心 而不是他已经有了信心 面对着 在知命门槛外 站立多年的西陵神子 哪里可能有真的信心 更何况破镜这种事情 太过玄妙 变向荒原上的风雪 说来便来 纵是湛蓝清空烈日当头 一阵风来 便可能有雪花降落 说不来便真是不来 纵是满天千云 严寒刺骨滴水成冰 也有可能整整数月 沥雪未落 墨姗姗走到石头上 顺着他的目光望向湖中 说道 你没有信心 我一直以为自己 是个天才 好像没有什么我学不会的 就算后来发现 自己没有修行的资质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 比别人生猛很多 你知道吗 去年的时候 我脑子里面还一直在想 怎么靠三把刀 砍死一名动玄境的强者 明确看着他认真说道 后来踏上修行路 一路顺风顺水 包括入福道同样如此 师父和很多人 都认为我是天才 然而我的自信 却反而变得弱了起来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 真正修行道上的天才 包括你在内 墨姗姗睫毛微颤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师兄二师兄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修行天才 年龄和自己差不多 却已经入了 知命境界的陈皮皮 才是天才 和这些天才比较起来 道吃叶红鱼算什么 龙亲皇子算什么 自己又算是什么 更何况还有不可知之地 一想着从那里出来的 天下行走 都是知命境界的大修行者 我便浑身上下感到不爽 觉得这事儿太没意思了 墨姗姗抬起头来 看着她认真说道 那怎样才能 让你的信心更强一些 宁缺认真说道 我需要赞美 舒适少女的脸 就算再红几分 也实在没有办法 当着她的面来赞美她 不过此时她终于确认 面前这个家伙 确实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她选择了别的方法 她看着宁缺轻探说道 你知道世间 有哪些不可知之地吗 宁缺把手上的水 在胸前擦干 嘲笑道 既然是不可知之地 又怎么可能知道 她摇头说道 不可知之地 为一关 一寺 一门 二层楼 官室之守官 寺室悬空寺 门室魔宗山门 二层楼自然就是 书院的二层楼 宁缺盯着她的脸 震惊完全说不出话来 过了很长时间 她才压抑住 脑子里的混乱情绪 带着思休脑 大声喊道 你上次告诉我 那是一些俗世之外的 神秘地狱 很少有人能够 亲眼看到这些地方 就算去过的人出来后 也不会谈及 所以才会叫做 不可知之地 可是书院 就在长安城南 人人都知道她在哪里 又哪里不可知了 书院二层楼 也极少现实 当然和山中 不知何处的支守官 以及远在大荒的 悬空寺比起来 确实应该算是 在红尘之中 墨珊珊看着她说道 世间曾经流传一句话 俗世与世外 这两个世界的悲欢离合 从来都不相通 若能相通 便是圣贤 大概是想起 老师曾经流露出来的 戏虚感慨 以及修行世界里 对那位的传说 她的神情微微一礼 继续说道 若能相通便是圣贤 虽说烂科四长老 曾经说过 夫子坚绝不承认 自己是圣人 但书院二层楼 理所当然是圣贤之地 他盯着她的眼睛 继续说道 你来自书院二层楼 来自世间 唯一的圣贤之地 那么根本没有 谁够资格 影响你的信心 你凭什么不自信 宁缺不可思议说道 按照你这种说法 我岂不就是 传说中的天下行走 当然 以往传说里的那些天下行走 确实没有像你这般弱的 再一次被简单少女 伤害自尊的宁缺 这一次没有出言反驳 因为她还没有完全 从震惊休闹的情绪中 摆脱出来 想着曾经对天下行走的 嚣张发言 才发现 原来都骂在了自己的身上 她想起和桑桑去长 安息成瘾赌方的钱 却赢到自己身上那件事情 不免有些羞愧于 连续踏进两条臭水沟 书院二层楼 是不可知之地 自己是天下行走 若说书院以往的天下行走 是二师兄那样的生猛强人 也算说得过去 只是那个顶棒锤的骄傲男子 还有后山里那些 神神叨叨莫名其妙的师兄师姐们 哪里有半分世外高人的模样 莫姗姗看着她问道 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还有没有信心 宁缺醒了过来 大喜说道 我可是书院的天下行走 论来历论气质论做派 要比龙庆皇子那个西林神子强太多 我凭什么没有信心踩死她 莫姗姗没有想到 她的信心竟是来源于此 不由莫然 片刻后轻声说道 破镜之际 除了愿望与信心 还需要契机 我十四岁那年 收到老师亲笔书写的一卷叫点 看了半夜 便动物天地之悬疑 希望你能尽快找到你的契机 宁缺想起黄阳大师 在万艳塔上 对自己的教育 点了点头 然而契机这种事情 可遇而不可求 就如同夏天里的那长雨 若早一些 下或晚一些下 只怕她都还无法入福之岛 就像是湖水一过阳柳低 湖中的水必然要满 然而 若要她一过长低 却不蔓延为红 则需要别的道理 宁缺不是典型唐人 也不是典型修行者 她不擅长作而论道 或是明心悟道 她的修行 就像是她的生存一样 总是充满 是坚毅强狠的味道 自由的苦苦冥想存念如此 入书院后 图写灯救书楼如此 后来了解了人生如提 各种吃的道理 还是习惯用解题的方式去修行 只不过不在那般苦逼罢了 看动悬门坎 在清澈湖底若隐若现 她再一次开始了自己的修行 不知如何破 那边看破 她看湖光水色 看暮色烟霞 看倒映着的夜穷星辰 她折了一只羊柳 从行李里何处找出一根鱼钩 挂上几缕荒人妇女赠送的干肉 垂入平静湖面 扰乱点点繁星 惊醒湖石下夜色 违背的鱿鱼 开始钓鱼 大明湖畔的羊柳枝 也许是被魔宗山门大阵 拧来的天地气息磨练千年 竟是无比坚韧 非常适合用来钓鱼 杨柳枝在湖面上拾起拾伏 过不多时 水中有鱼儿吞食肉饵 被勾住 它没有起干 只是静静握着杨柳枝 就像握着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鱼儿强行挣脱鱼钩 带着一道极浅的血色 啪啪打着水花 金黄逃脱 杨柳枝头无耳亦无钩 安静地垂在水中 宁缺就这样坐在东湖畔的石头上 一坐便是一叶 对于此时的她来说 湖中的鱼便像破尽石需要的契机 愿者上钩 若不愿 不强求 第六十章 有所思 墨珊珊一直在看湖 她是年轻一代里最优秀的浮尸 在宁缺出现之前 她已经是神浮尸的传人 正如颜色大师所说 镇就是大浮 最优秀的浮尸 毫无疑问便是最优秀的镇尸 她看湖 便是想看穿大明湖的这道神奇镇法 她站在湖畔认真看了一夜 终于大致猜到了 这片清脆山谷的由来 清澈湖水深处 有一座大镇 具体效用未明 但足以遮蔽视线 甚至念力的感知 而原先 这片山谷上方 应该还有一座更强大的镇法 足以遮蔽自然的影响 根据她的分析 今年世间格外寒冷 天地间的寒潮自北涌来 笼罩在山谷外的外镇上 应天时而破 被大镇所住生机的山谷里 植物重新世界杯 绿意蔓延开来 才有现在眼前所见一片清脆 这正好 也能印证龙庆皇子 在血压上所说的那句话 只是山谷大镇既破 绿意重生 自然世界里的冷空气 也随之灌入 山谷间春意尚未全胜 便要因为这些寒意而减退 湖面上的那些薄冰 便是由此而来 墨山山静坐湖畔 落在溪头的双手 不停缓慢无声谈动作着计算 算来算去 总是算不明白 究竟湖水深处的这座大镇 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激发 莫非要等到湖水全部结冰 或是引动某处基书 让湖水静泻而空 让镇书就此失效 魔宗山门才会重新开启 他微粗眉间 看着映射着夜星光辉的平静湖面 有些拿不准主意 对这道镇法的研究欲深 越能感觉到 这道逆天镇法里所蕴藏的智慧 和强大力量 对于当年的魔宗 以及布下这道大镇的前辈 不免生出极浓郁的敬畏之心 晨光见智 莫山山缓缓睁开眼睛 从空明心境中醒来 转头望向身旁 只见宁缺还坐在湖畔的石头上钓鱼 好笑地她眼睛闭着 明显已经随着了 脑袋随着湖泊轻轻上下点洞 倒像是在用脑袋钓鱼一般 或许是感受到了她的目光 宁缺醒了过来 她揉了揉眼睛 又揉了揉肚子 看着专注看着自己的少女 问道 饿了 莫山山轻轻点头 看着身前湖水里的倒影 轻言细语说道 我马上来做 湖水里两个人的倒影非常清晰 显得要更靠近一些 宁缺问道 肉干着实吃得有些腻了 能不能改善一下火石 莫山山看着她手中那根杨柳枝 好奇问道 有没有钓上来鱼 宁缺笑着回答道 鱼钩都被那丝给咬走了 哪里能钓得上来 莫山山站起身来 绵群在尘峰中微震 右手自绣中缓缓探出 随着一股微寒的伏袭波动 湖水间忽然多出了一方冰块 几乎透明的冰块里 有一条极肥的无鳞鱼 看上去就像冰色琥珀一样美丽 随着水波轻轻荡漾 宁缺看着这幕画面 诚恳感慨道 福道运用之妙 师妹 你应该算是已经入了化境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也能达到这种水准 一朝破镜洞悬 便知此法并无玄妙 莫山山平静说道 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试服到极为神圣的少女浮湿 心想 若不是想着 你想吃些新鲜东西 若不是想着 身上贴着你的那些暖符 若不是想着 你现在 正处于破镜的关键时刻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宁缺把那团美丽的琥珀冰块 从湖里捞了起来 看着晨光下 仿佛玉石般的冰块 和里面那个明显 还有生命气息的肥鱼 忽然想起 当初在书院师弟侧 陈皮皮给自己展示 致命境界的那个画面 当时湖里的那些鱼的状态 更为神奇 我去摘些野菜 炖过鱼汤呵呵 她高兴地说道 莫姗姗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做 心想就是为了 让你赶紧破镜 我连用伏冰鱼 这等事情都做了 难道还会在乎 帮你熬过鱼汤 宁缺偏头看着 少女忙碌的背影 看着她手忙脚乱的 剪柴生活 忍不住挠了挠头 她这辈子哪里想过 有一日 居然舒适会来服侍自己 不过最近这些年 她被桑桑服侍成了习惯 也没觉得 这件事情如何不能接受 没有过多长时间 鱼汤便煮好了 宁缺将杨柳枝吊杆 插进湖畔石缝里 从行李里摸出岩石 在锅里荡了荡 成了碗乳白色的鱼汤 喝了口 她的行李沉重的像座小山 实际上也真是一座山 里面什么都有 墨姗姗抬起手臂 用衣袖 擦去漂亮小圆脸 大上的柴灰 睁着明亮的眼睛 满怀期待和紧张的神色 看着她 问道 怎么样 在冰天雪地里 过了这么长时间 能喝到一碗暖暖的鱼汤 当然是极好的享受 宁缺笑着赞了几句 然后说道 可惜没带什么调料 不然肯定更好 很随意的一句话 主要还是赞美 但这是书吃姑娘 此生第一次独立烹煮食物 而且隐约间 还存着一些别的意思 所以 听到这句话后 并不怎么高兴 她低着头捧着一碗鱼汤 轻轻吹着上面的浮沫和热气 长长的睫毛微微眨动 片刻后轻声问道 比你平时吃得要差些 荒郊野外 哪里有条件做好吃的 宁缺把碗里的汤喝完 开始吃鱼肉 含糊不清说道 我家那个这辈子 也没弄过什么好食材 吃来吃去总是那个味 早就腻了 莫姗姗敏锐地注意到 她说的是 我家那个 而不是我家那个小侍女 于是愈发沉默 片刻后 她坚强地抬起头来 看着她认真说道 我会做得越来越好的 喝完鱼汤吃完干粮后 宁缺继续去湖畔那块石头上 坐着钓鱼 手中那根杨柳枝 早被湖水泡得发白 而且枝头没有钩也没有耳 除了一些顽皮的小鱼 偶尔会来触上一触 根本没有别的鱼 对此表示出丝毫兴趣 墨姗姗铺开书卷 坐在她身旁不远处 开始写字 天穷上的东洋 散发出的光魂 被大明湖四周的雪峰 映入清脆山谷 光线温暖而又美好 宁缺钓鱼钓的无聊时 偶尔也会离开湖畔那块大石 来到少女身旁看她书写 点评几后 自己提笔写上几个字 彼此参详欣赏 都是书到中人 最为耐得住寂寞 在这无人清脆山谷里 二人写字赏字看湖赏湖 时光飞逝的缓慢 别无特异之处 当然绝大多数时间 宁缺还是坐在湖畔钓鱼 清脆山谷外间 那道逆自然的大阵 已经全部消吞 世间的寒冷空气 与山谷里附生的温暖春意 彼此接触抵抗 恰好到了春意最浓的时分 湖畔的阔叶林 神奇地在极短的时日里 生出无数片青叶 于风中招摇 十分惬意 春意浓时好困觉 宁缺握着杨柳枝 不知不觉间 变入了梦乡 忽然间她猛地惊醒过来 抬头睁眼望去 却发现 眼前没有美丽安宁的大明湖 身旁也没有了墨山山的踪影 只有一片荒凉 她再次来到了荒原之上 那片只出现在她梦中 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的荒原 今天的荒原之上 没有满地湿海 没有鲜血禁地的残景 没有恐惧看天的人们 没有神情漠然的屠夫与酒屠 也没有那个高大的背影 只有寒冷干燥的空气 荒芜黑凉的原野 远处隐隐传来黑鸭的鸣叫 宁缺揉了揉眼睛 往黑鸣鸣叫处望去 却没有看到满天乌赤 只看到三道黑色的烟尘 稳定地悬浮在荒原前方 冷漠地看着这方 就像是有生命一般 她想起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梦 旅程里的那个梦 在那个梦里 她曾经看过类似的画面 而当时 有人在自己身旁说道 天要黑了 天要黑了 看着远处那三道黑色的烟尘 宁缺忽然觉得 身体一阵寒冷 眼睫毛上渐渐冻出了霜 身上的衣衫变得薄翠起来 因为她看清楚了 那三道黑暗的烟尘真实的模样 那不是烟 而是无数的光线 黑色的光线和黑色光线的碎片汇聚在一起 变成了世间最黑暗的烟尘 仿佛能够吞噬所有别的光线 因为心头的恐惧 她下意识里挥了挥手 想用手中的杨柳枝 把那三团黑色烟尘抽碎驱散 然而下一刻她发现 手中的杨柳枝变成了大黑散 大黑散滑的一声撑开 罩住了她的身体 她顿时觉得安全了很多 大明湖盼 宁缺正在破镜边缘挣扎 离大明湖约数十里地之外的那道雪崖上 与宁缺用整个人生为代驾 进入破镜之约的龙庆皇子 也已经踩到了 知天命境界的门槛上 一只脚踩在门槛上 并不稳定 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 就仿佛站在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 或者拥抱浩天神辉 或者堕落沉沦 龙庆皇子在雪崖上 已经静坐了很长时间 天气山里的风雪 在她又半边身体上 附着厚厚的一层 如同铠甲 左半边身体 在清脆山谷的世界里 如同往常 一半积雪一半星 这画面看着着实有些诡异 忽然间 她站起身来 平静胆去身上覆雪 竟是毫不在意脱离物境之崖 就这样缓慢走到雪崖下方 捉了一只雪羊 然后她把这只雪羊放走 她背对清脆 面朝雪山 若有所思 仿佛有所感应 山谷间的绿意像山藤般 在崖壁上蔓延而上 她脚下积雪间 青草渐生 有若繁星 若要脱繁离 何苦自困于繁离